日前,00后国平新星孙颖莎夺得中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。 7月31日,记者来到孙颖莎的母校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, 听孙颖莎昔日的几位教练讲述孙颖莎的成长经历。 在和平西路小学乒乓球馆内,一群小队员正在练习乒乓球, 墙上张贴着打好每一拍,你就是冠军的标语。 据和平西路小学乒乓球管理中心主任吕昭介绍, 孙颖莎五岁的时候,来和平西路小学接受乒乓球训练。 作为孙颖莎曾经的教练,吕昭对孙颖莎印象深刻。 非常聪明,非常机灵,莎莎的孩子非常知道训练, 他没有逆学、逆练的,没有这种现象。 他什么时间练,他都非常认真。 在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任乒乓球教练36年的张春兴已退休。 曾身为孙颖莎乒乓球教练的他,用爱打,训练刻苦来评价孙颖莎。 在电视上,看到孙颖莎获得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冠军, 他第一时间发朋友圈祝贺。 打球特别认真,就是早来晚走也能吃苦,球馆里有人就不走。 00后,国拼新鲜孙颖莎,自2017年进入中国女子乒乓球衣队, 不断给中国球迷创造着惊喜。 2017年,国际拼联日本公开赛女单,女双冠军。 2017年,国际拼联奥地利公开赛女双冠军。 2017年,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女团,女双,女单冠军。 每当在电视上,看到孙颖莎拿到好的成绩时, 和平西路小学师生都十分骄傲。 他们期待孙颖莎能够再接再厉,更上一层楼。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,不要骄傲,再一个,向更高的目标。 做一个最好的自己,认真对待每一场球,每一次比赛, 抓住每一次机会,踏踏实实地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 我从一年级就认识孙颖莎姐姐了, 我希望长大以后能像她一样为国争光。 据了解,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小学, 作为全国乒乓球重点小学。 近60年来,先后向国家队输送8名乒乓球运动员, 向省体校、省体工队、八一队、各级俱乐部输送了乒乓球运动员近百名。 被石家庄市委,市政府命名为乒乓球摇篮。